好了,回到來了,究竟喜瑪莉有沒有起釘要給他多點蘋果呢? 起釘,起釘,起利息 總之啦,生命就還出來的 究竟他表達上就是把他還給他哥哥 但怎樣計算? 即是他失去他的生命,原本不屬於他的 因為他最初就是蒸了一分給他的 現在就還給他 不行,我真的好像那些小學計算 我給他幾粒糖,然後他又給他幾粒糖 現在哥哥有幾粒分之幾? 你算錯科,這個是中國文學的文藝 生命可以這樣計算就不用那麼痛苦 說得好 總之生命就還給他哥哥,他表達上就是 好了,跳跳跳跳跳跳到最後一閘 其實這個位置是最混亂的位置 因為每個人的解讀都不行 其實Himali應該是把他的生命還給其中一個 最後一集他表達就是 他跟他說夠了,你阻止灌熱不要再做這件事了 然後他就把他的生命交還給精馬 那時候很明顯,他抽出他的皮果罐出來 加上精華 然後就把他的生命還給出來 然後呢,所以看到灌葉有他的皮果罐 精馬有他的皮果罐就是他的生命 然後官業就決定不用這個地下鐵事件作為交換 說真理可以救他 就是直接把他的生命交給喜馬里 然後蘋果就是用那本 陶果人的驚咒語 用他的生命去阻止這件事 然後 阻止哪件事?地鐵還是什麼? 以我理解就是因為 我想沒有看或者看得一塊塊的人 已經開始不明白你說什麼了 OK 不是,你要把Himali 因為一開始拿了精馬的蘋果 然後他還給他 然後灌葉那邊又怎樣呢? 灌葉是... 你的背後環就是因為 灌葉認為要救Himali 因為最後一人Himali走了去找他 他經常覺得我要救我妹 你不要理會後來是怎樣 因為他視他妹為很重要的存在 不是,I mean reasoning 不要理會 灌葉其實為何會... 你給我先說一下 對不起 他就要跟那個死人粉紅頭 那個真理好像是女人 但是是男人來的 真理 那件什麼東西呢 不過都是... 那個聲音是模仿真理的 這個人都知道 Anyway 你不要理會 他就要做多次 他上次父母做過那個炸彈襲擊 然後去換救妹妹 但是Turn Out呢 他就放棄了這件事 他決定 我不搞那麼多 我直接把我的命給他妹妹 即是把蘋果給Himali 這樣就收工了 但是因為 Lin哥 即是蘋果 就不知道這些事情 只覺得他們這樣搞 一定會玩炸彈襲擊的 於是呢 就要用那本日記 那本日記 那本日記就是他姐姐留下來的 就是這個可以改寫命運的日記 就是要阻止這件命運 會發生的這件事 就是阻止炸彈襲擊 即是不想那麼多人死 那這個又要追回 之前他姐姐 就是Momoka 蘋果 他淘寶已經做過一次了 那這個時間呢 就是發生了幾件事 最簡單說多一次就是 蒸馬給回蘋果 Himali 是嗎 是 蒸馬給回蘋果 Himali 將他的生命 蘋果 給回這個蒸馬 然後蒸馬 又將他的蘋果 交給真人的蘋果 真人的蘋果 將他的生命 他的蘋果 交給真人的蘋果 其實再正確一點 Lin哥 你不要說 Lin哥 那個人名 真的有點複雜 但是Lin哥 正確一點來說 正在做什麼 他是在封印真理 他阻止自己的方法 他走 重演的圖果 其實真的是被人封印了 其實 因為 因為 之前那個地下鐵事件 就 塗過 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 蘋果的姐姐已經封印了他 是的 現在那個季進 但是 因為 現在 他知道將會發生 又是同一件事 那他模仿她姐 就 基本上又走了 去地下鐵下面 所以 但是照你來說 就好像她姐姐一樣 是離開了這個世界 等於死 暫時 是 如果大家想期待 聽這些封印的東西 可以期待 聽這個 Ellosoft的蘭斯系列 什麼事 有的 月餅之法 封印 OK 有興趣的 就自己找 我都不知道 有什麼 不要緊 蘭斯的世界很大的歷史 Anyway 我們回到這裡 總之 最後的結果 冠孽 將她的生命 交給喜瑪莉 救了她 精馬 將她的生命 交給 這個 救了她 然後她們兩個 就死了 她們死了 不存在於這個世界上 最後她們兩個 變成了一個小孩 然後走了去 文化鐵 好像文化鐵 走到星空 在天國 這就是整個 整件事發生 就是生命的共享 就是分享生命 寫幾個人的生命 那種態度 當中她表達的 愛 各方面的關係 不過 如果故事 這個就是 將整件事的主族 講一次 再補充一下 就是將16年前的事件 都講出來 首先 首先 16年前的事件 要怎樣理解 就是先記得 就是中間那一集 那時候 有一道就是 Himali 那個企圖 水姊公主 給她的力量 用完了 水姊公主的力量 就要死了 Himali 被她延長了 時限 都到了 最後一幕 就是 甄莉出來 開門 然後去醫院救她 找些真女 救回她 不過這個不重要 總之就是告訴你 那一集的場景就是這樣的 Himali 這集快死的時候 就會記得 精密地震壞掉了 就開始講起了一件 三隻綿羊 即是她是梅胸 他們兩個都梅胸 但並不是 全然關係 其實都不算梅胸 還不是梅胸 因為講愛的時候 我會講 好 這個樹齡不在 Anyway 然後就是講三隻綿羊 那件故事 很明顯的畫面都表達出 三隻綿羊 即是說 冠儀 精馬 Himali 與此同時 帶著三隻綿羊的男人 正然就是 阿爸 那一棵蘋果樹 我爸爸很珍惜的 蘋果樹就當成他媽媽 或者當成他很珍惜的東西 然後蘋果樹就發生了 有一天就敷死了 證明了一些東西失去 那時候就很傷心 那時候就有兩隻黑色的兔子出來 然後教唆他去偷女神的灰 發女神的灰 偷女神的灰 是女神的火具的灰 你說什麼 Sorry Sorry 我說錯 總之女神有一個火具 沒有FF的 有些奇怪 她說得不好 女神未死 未發灰 FF的死要 總之她做一些事情 令到那棵蘋果樹好起來 對好起來 但受到懲罰 總之這件事就比喻 他十六年前 為何要拆動這個炸雜擊 就是被那兩隻黑色的兔子教唆 然後那兩隻黑色的兔子是什麼 那就是珍妮 但是我有個問題 不是珍妮被人封印了才是這樣的 正式 珍妮本身不是黑色的兔子 沒錯 她被人封印了就變成那兩隻黑色的兔子 十六年前的事件 比較後的事件 就是逃過怎樣阻止她 就是兩個人同歸於盡 接著就是 就是月餅之法 就是基本上打死這個策劃的人 有玩過戰國藍絲就明白 這個月餅之法 就是摩沃卡那樣東西 就是抱著一起死的 封印了這幾個東西 你知道我們的聽眾 不是每個人都有玩藍絲 他也是 我都未錄 好吧 先說回來 就是這個 十六年前的事件 最後解決就是 逃過就是封印了她 兩個人同歸於盡地封印 然後分開了一半 看到畫面上的表達就是 兩個人各自分開了一半 陶果都分開了一半 然後變成兩日企奧母 掉下來 那一頂企奧母 就去了 喜瑪莉 就是這個水晶公主 就是陶果 另一頂企奧母 就是真理給了馬尼歐 逐命的 這就是兩日企奧母的來源 然後分開了一半 分開了一半 其實就是真理分開了一半 變成那兩隻黑色兔子 為什麼呢 就是當你見到 首先第一 真理出現的時候 那一隻小兔子就會出現 但是你見到 真理出現的畫面之後 例如地鐵車廂的時候 真理出現的畫面 轉了鏡頭的時候 是兩隻小兔子在黑色車廂 代表了 那兩隻小兔子 就等於真理 那你可能會問 那陶果分開了兩半是什麼 我自己有一種看法 就是會不會就是精晚和藥灌葉 但問題在於我不肯定 他說灌葉是那天出生的 他兩個都是同一天出生的 他說精馬是說灌葉和精馬是雙胞胎兄弟同一天出生 但我們知道了 其實精馬是那天出生 但是灌葉是不是真的那天出生 是不知道的 因為灌葉是真拿家那邊出來的 其實灌葉實際上就不是那家人的親生子 或者很簡單講講 這個三兄弟的遊戲 三兄弟姊妹遊戲 其實是混蛋的 三個其實都沒有血關 真的沒有血關 完全沒有血關 錢媽媽的就是撿回來的 只有精馬是那兩個 恐怖襲擊那兩個人的兒子 那哥、灌葉就是那個 真拿家 對啦 那個有錢女兒那個 彈波波那條女兒 那個哥來的 總之三個都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裡面只是說過一次 他們兩個 我們什麼關係都沒有 我們只是同一天出生 那究竟他這句是 真的他們同一天出生 那如果灌葉就是他們同一天出生 然後16年的時間 可能他們是逃過 撤出來的 撤出來的 撤出來那兩塊 但是另外一件事要記得 就是Lin哥 即是現在 不是給別人那個蘋果 綠色群那個蘋果 真人那個蘋果 對 人那個蘋果 他是說 他之前說過 一開始就說 他姐姐死 那時候就是他出生 那究竟 還是蘋果切開了三份 還是怎樣呢 這個就看你怎麼解決 所以分開那兩半 首先我覺得精馬應該是 那是精馬和灌葉 那如果精馬和蘋果的話 那如果精馬和蘋果的話 那個合理性就大一點 因為 他兩個 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讀聖經 讀聖經 你創世紀到最後 阿當和夏娃 不不不不 第一章還是第二章 最後一節是 什麼 Two united into one 簡單說 講夫婦結合 那樣東西 那就是兩個 但是你也知道 Adam and Eve 原本是同一個人 在Adam那裡拔一條 死人 雞胸 那樣 然後變成一個 然後他們變成一個 夫婦之後 又 united into one 那如果 用回這個 很聖經的角度來講 他 一個蘋果 即是由 摩莫卡 即是 屠國那裡 斬開了兩份 變成他妹 以及精馬 然後這兩個人 又合在一起 我不要管你是婚姻那種相愛 這種的合法 還是最後那種演繹 你沒有了那些 又怎樣怎樣 生命的影響 對 可以有這個意味 所以 總之他們分開了兩份 那我們就知道了 所以黑色兔子 兩隻黑色兔子 就是講真理 十年前的事件 又是真理教授 真理教出來 十年後 依然是真理教出來 總之大魔王 但是現實那個好像被人打了六針屎 什麼 現實那個被人打了六針屎 我也不記得了 醫生那裡講過 不是 我說澳母真理教那個髒子 就是現實世界那個 喔澳母真理教那個 這個就是重點 死了 OK 總之就是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就是這樣 然後 這樣說 很圍繞 你剛才說到 家族的關係 很模糊 其實 愛這個也是其中的題材 也很明顯 家族是一個 很明顯地一直 牽背整個故事 其實很諷刺 就是他高倉的家 他三個不是實際上的兄弟姊妹 但是他分享一條命 這樣 都很諷刺 他們中間 即是他們的家族愛 所謂的愛 所謂的家族愛 實在是他們因為有牽背 新的家族 而不是一個真正的家族 這個 但有個 如果你說諷刺的東西 如果你說到 三個人 明明沒有血緣關係與家族 但是分享同一條生命 但是反過來 你看到有些有血緣關係的東西 是更加諷刺的 即是你無論說去到一個 前段 或者是中後段 有三個人 都是有這個情況出現的 包括哪三個 即是莫莫求阿妹 即是煉哥 因為 他們的父母離婚 然後 這條小妹出生 她姐姐就死了 覺得有個 即是她家族 某程度上 因為這些東西 很像 所以她家族的愛方面 變成了一個對比 即是咖哩之日 那些東西 對比 另外兩個人 就是她姐姐的兩個朋友 即是 能登佩的 八俠 八俠 不是 她姐姐 摩莫可 那兩個朋友 是一個音樂家 然後她姐姐 是一個作曲家 但是她們兩人 面對她的情況 就是什麼呢 一個是跟著父母 一個是跟著母親 但他們兩個人 面對的就是 她們父母 都是有些問題 在我這方面 扭曲到 某程度上有一種 絕對的唯美主義 某程度上,因為Tabuki和他弟弟對比,他才能不夠優勝,所以他媽媽又不要他 即是兄弟上做的對比 但伯俠那邊,他是藝術家的美,不要理他,他進入了Dead End 然後就開始產生了一種扭曲,就開始變成愛是很醜陋的,只是我們同家族的人 但其實這句話很有衝突,因為他跟他的妻子八俠的媽媽都是有血緣的關係 你可以說是家族關係,但他會變成醜陋 所以他這種演進內,究竟是愛還是什麼,扭曲程度也是很大的 所以你會看到,也有三個對比,對比這三個沒有血緣關係的人 是啊,因為其實一直都是說到,例如有些地方就是來珍利和徵馬冠玉的對話 就是不用被家族觸迫住,不用被那些觸迫住 即使你沒有血緣關係,你只要維持到感情就可以了 是啊,不過他就是說不用被家族觸迫住 不過的確是,他那裡說沒有血緣關係的人可以親到有些家 反而真的有血緣關係的人可以很扭曲 反而變成像Lingo那邊,他姐姐和他媽媽 這三個的關係,他是有血緣關係,但你看看那個感情 結果論而言,Lingo那裡是一個港家族外裡的一個good end版本 比較正常一點 對,因為最後就是Lingo學會放下 他學會放下,就是說 不是,那個子女放下,其實沒有說過家裡面的 對,他說接受了爸爸,他有嫁第二個,離婚了,不一定要再強迫 就是要搞一堆東西 就是說父母,他們要回到一起 其實如果你用那個角度來講 剛才我們講到切蘋果,然後reunite 那裡,如果你用剛才那個說法 他是,都是性經那句 兩個人,就是一男一女,unite into one 然後他分開,然後再reunite 就是兩個結婚,離婚,然後他想他再結婚 又可以對比那個蘋果分離婚,合來合去 reunite的抗戀,我想是更加適合的 可能甚至是那個桂樹和白俠,就是淘果 那兩個都是 因為他兩個家庭上都有問題,有挫折 所以本來想組成一個虛偽的 一個假的家庭 他最後想找回蘋果出來 就是注意刺激,找回日記 最後他們發覺為什麼他們兩個要生存於世上 還要留在世上 就是他們兩個再相愛 成為了一個家庭,新的家庭 就是將對方變成為家庭成員 對,這樣,這裡就是說愛 這實際是比較直接 那種戀愛性的關係 我們下一節繼續去看這些 扭曲或者不扭曲的愛 我們來看這些扭曲或者不扭曲的愛 我們去看看這些扭曲或者不扭曲的愛 我們去看這些扭曲或者不扭曲的愛 那樣扭曲或者不扭曲